據阿富汗官員說首都赫布爾星期五晚發生爆炸 導致一人喪生十一人受傷 塔利班立即聲稱對事件負責 表示是塔利班的一名自殺炸彈殺手發動襲擊 爆炸襲擊了赫布爾的一處中心住宅區 很多阿富汗官員和賓館都坐落在這個區域 襲擊的目標目前還不清楚 塔利班發言人穆加西德發給美國之音 在伊斯蘭保辦公室的一份簡短聲明說 這是一次針對一家外國餐廳的自殺襲擊 聲明說塔利班炸彈手造成嚴重人命傷亡